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主要讲一下这个路亚的轮 我们主要呢就从水滴轮和仿车轮的区别 以及水滴轮和仿车轮分别适合什么样的做调环境 轮子的参数表以及各个参数的意义 从这三点呢来讲一下仿车轮 购买之前呢我们要知道路亚轮和路亚杆一样 主流的呢有两种仿车轮和水滴轮 还有第三种海雕和打黑用的比较多的古轮 今天呢我们就主要讲一下仿车轮和水滴轮的区别 因为淡水路亚的话古轮用的还是比较少的 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区别就是 就是仿车轮它不容易乍现 水滴轮的话则就需要一定的抛头技巧了 不然就比较容易乍现了 而且水滴轮即使你有一定的抛头技巧的情况下 也不能够有效的防止乍现 就连国际知名的路亚钓手 他也不敢说他完全不会乍现吧 所以说新手的话 还是比较建议先入手仿车轮 如果后续确实有需要的话 可以也就可以选择转水滴了 当你有一定的抛头技巧的情况下 也会大幅度减小你的水滴轮乍现的情况 第二个优势的话就是仿车轮 它在远头方面更占优势 而水滴轮呢它就小巧轻便 抛头的落点呢也更为精准 所以说水滴轮呢更加适合一些精细化做调的场所 然后还有就是目前水滴轮更加老手化是一大趋势 而仿车轮的话大家始终觉得是新手才玩的 老司机就应该玩水滴轮 实际情况下现在确实有很多老司机 从水滴轮开始慢慢的转向玩仿车轮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仿车轮就比水滴轮更具优势 主要还是仿车轮使用起来更省心 而且仿车轮的做调 适用的做调环境的话 相对于水滴轮来说它也更多一些 还有一个优点呢就是仿车轮的价格更为便宜 而水滴轮的价格呢 它就相对于要比仿车轮更贵一些 接下来呢我们就再讲一讲仿车轮和水滴轮 它们分别适合什么样的做调环境 以便决定你购买什么样的轮子 黑坑抢鱼 大家钓过黑坑的应该都知道 在黑坑抢鱼的时候呢 好钓的时间就那么十几分钟 如果你用一根水滴轮去钓黑坑抢鱼的话 如果出现乍线的情况 你的鱼货应该要比人家少很多 所以说这也就是有很多人带两根杆 一根水滴一根仿车了 另一个的话就是找碗口还有液掉 因为这两个使用环境的话 都是在天比较黑的情况下 用仿车轮抛头了 它就不容易乍现 而水滴轮的话 因为你看不到周围的环境 还有就是你看不到你耳入水的情况 你就不能够有效的压线杯 这样的话你的水滴轮就容易轻微的乍现了 加上周围环境比较黑 就不太好解线 所以说这种情况也是建议用仿车轮的 远头刚刚也是说了 仿车轮的远头的效果 要相对于水滴轮来说更好一些 暗调 尤其是那些环境比较复杂 周围全是数字不好抛头的情况下的话 就建议是用仿车轮了 用水滴的话 你的耳一旦在抛头的时候挂到后面的障碍 那解线 你可能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都解不开这个线了 有很多情况下 在你发力过大挂到后面障碍的话 有可能要直接剪线的 然后讲水滴轮 水滴轮的话它的优点就是精细化作料 比如说钓鲁鱼钓鲑鱼这些情况 需要慢慢抹鱼的话 相对于来说水滴轮就更具优势一些 还有就是船钓 船钓因为它也不太需要超级远头 也就是水滴轮还是比较适用于船钓的 还有目前使用的比较多的打黑鱼 接下来我就打开淘宝 随便收一个路压轮点开看一下 我们就随便点开一个轮子 然后看一下这个参数这些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绕线量 它有不同的前面有不同的型号 什么1000型2000型2500型 这个型号就是代表线杯的大小 相对于来说1000型的容量 就要比2000型的小很多 我个人建议的还是常选2500型的 具体的绕线量可以看这样一张表 对照这个参数表减个10nm的容量 就比较合适了 因为买线的时候 线进的话基本上都会超一点点 然后就是你上线的话 你也不可能上得像他的轮子一样 上得这么满的 不然的话即使是纺车轮的话 也会比较容易炸线了 然后是有一个尺数比 数比的话它就表示轮子摇一圈 它有一个叫线壳什么之类的东西 就转比如说是6.2的话 就会转6.2圈 是5.2的话就会转5.2圈 主要就是表示收线的快慢 有一些轮子就会直接标注 可以收多少米的线 这个好像 这里都有 这里也有 你看这种6.2的收线就是77 转一圈的话 你的线就可以收77厘米 这5.2的话收线的就只有68厘米 当然就是型号不一样 它的收线距离 它的数比一样的情况下 它的卷线的长度也不一定相等 但是它的基本概念就是 数比越快的话 它的收线容量要更多 仿车轮就是5.2比1的属于比较正常的 速度范围 水地轮的话 长选的就是7.1 7.2比1的这种 如果你在小河做掉的话 需要比较慢的搜搜索 短距离的话 希望能够做更多的动作来 诱鱼 就可以选择更低一些的数比 如果是吊杆鱼 需要快速超尔 或者是有些地方需要快速回鱼的情况 也可以选择高数比的 还有就是大河道的远 需要远头的话我是建议尽量选一些高速比 高速比的轮值 因为不然你抛出去五六十米七八十米的话 速比太慢的轮值你卷线的话挺内人的 还有就是说这个速比它并不是绝对影响你的收线的速度的 你可以转的慢一点 它的高速比也可以像低速比一样进行慢收 然后是这个泄力 泄力的话它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这里像比如说标的这个五点零十点零啊 它并不是说它的泄力就是五点零十点零 它只是一个从零到到五点零到十点零这么一个区间 它是可以调节大小的 你那个泄力开关就可以调节大小了 但是不管怎么调你的泄力呢 超不过这个这个值 因为这个就是最大泄力值 泄力呢主要的作用就是减少杆子和线受到的直接拉力 就好比一个钓手在钓手杆的时候 你种鱼的话 那个鱼能够拉着钓手杆的人到处跑 有了轮子的泄力做保护之后呢 人就不会被拉着跑了 轮子就会疯狂的出现来保护你的杆和线 当然泄力它也不是越大越好 泄力如果过大的话 也会导致断杆断线 整打窝啊 所以说泄力的调整的时候呢 要根据干和轮的做一些适当的调整 然后有一个自重 自重的话其实也没啥说的 同等条件下的话就是越轻越好 然后这还有一个轴层 这是6比1的 6比1的话就表示这个轮子有6个球轴层和一个单向轴层 同等工艺的情况下的话 轴层的数越多手感也就越好 特别是种大鱼的时候就能够感觉得到轴层数多的轮子的话 相对于收线就更加顺滑一些 但是轴层数越多了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成本相对较高 成本较高的话你卖轮子你的价格自然也就上去了 还有就是轴层数越多轮子的重量相对也就更大了 那么究竟是选水滴或者选仿车选多少数比呢 就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了 还是刚刚说的仿车轮常用的数比的话就还是5.2 5.3比1的 水滴轮常用的数比的话就是7.1或者是7.2比1的 然后我个人建议新手还是选仿车轮比较好 嗯那就这样吧